我们和Vivian继续我们的小生初英语学习之旅 OK 在我们前几次课堂当中 我们已经成功地闯过了我们的字母字及电音这一关 对不对 那么今天Vivian将和大家继续地开始我们的第二关的学习 叫做Wordbox 词汇了如指掌 我们说到词汇这个单词 我们都知道在英语当中词汇是一个大家族 我们看到图片当中的这棵树 说上这些果子呢 就是词汇这个大家族当中的一些小的家庭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呢 第一个我们的名词 冠词 代词 动词 还有介词 形容词 以及副词 说到这些词汇的时候 可能有些同学就会马上的烦恼说 老师这么多的词汇 我怎么知道它的作用 或者说它的一些考点在哪里 别担心 这个呢将是在这一关当中 Vivian要和大家继续去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OK 好 今天我们要迫不及待的开始 我们的第一个小小的观察 也就是我们的名词 Lesson 4 名词 首先Vivian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大家 什么叫做名词 OK 对于这些的定义呢 可能有些同学并不是太清楚 没关系 Vivian这里给到大家五个这样的单词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Vivian This is my name Right 这是我的一个名字 那么看到第二个单词 Girl 女孩 第三个单词 Duck Go 以及Park 公园 大家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还有我们的Peace OK 这叫做和平 那么通过这五个单词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名词 名词呢 就是表示人 比如说Vivian 以及事物 Girl Duck OK 还有一些表示地点 Park 还有的是抽象概念的词 以及就是这样的P 这样的表示概念的词 统称为名词 OK 对于名词定义呢 非常的简单 但是我们常常会被 名词的一些提摩所难导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题目 你是否烦恼过呢 用名词的正确形式填空 看一下这三道题目 好 第一道题目 There are seven 怎么样 sheep 这里有七头 怎么样 羊 OK 好 看到第二个 My uncle had two child 我的叔叔有两个 child 孩子 OK The leaf turn green in spring 叶子 在春天 都怎么样 变绿了 好 那我们看到 括号当中的这三个单词 sheep child le 这些是不是表示一些事物的词啊 是不是名词 对不对 那如何用它的正确形式填空呢 有些同学就说 那我干脆把它直接照搬进去 那当然是不行的 VD告诉你 我们的名词啊 在一些的特定情况之下 它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一个任务内容 OK 叫做不可数名词 可数名词 以及可数名词的复数变化规则 好 看到我们第一个小小的任务 可数名词 以及不可数名词 在我们学习英语当中 你们的英语老师呢 以前会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名词哈 在印当中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叫做可数 一类叫做不可数 什么叫可数 什么叫不可数 可能非常的简单 能够数出数来的名词 我们叫做可数 那不能的呢 对了 我们叫做不可数 好了 看了我们接下来的两张图画哈 第一张图片叫什么 What this Yeah This is apple right 就是我们的苹果 那么我们看一下哈 苹果我们想想想 它能不能数呢 对了 是可以数的 对不对 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 那么所以说我们苹果 就属于什么呢 我们的可数名词 那么看到这里 这个是什么呢 Yes This is the water 这是我们的 所说的喝的水 所谓的水 你想想 水是能不能 能不能数清楚的 是不可以数清楚的 对不对 所以说水 我们叫做不可数名词 好了 看到第一张图 那么VM会要问到大家 How many apples are there in this picture 在这张图画当中有多少个苹果 OK 有些数学成绩比较好的同学 马上就会反应说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是不是有多少个 有八个苹果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 eight 怎么样 eight apples 会发现 新同学会发现 apple的后面加了一个什么 小小的尾巴 f OK 好 所以说 这个就叫做我们的可数名词的 负数形式 OK 好 看到第二张图 water 刚才我们所说的哈 water是什么 不可数名词 所以它的water 这个后面没有小小的尾巴 那么前面呢 我们有了一个 a cup of 叫什么 一杯水 那么这一杯呢 也叫做我们的量词 OK 好 我们看一下哈 对于我们所说的不可数名词 在我们的小深处英语当中呢 有一些你需要去记住的 OK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 刚才我们已经学习到了 water 它是个典型的不可数名词 那么第二个 看一下 tea 我们的茶 对不对 那茶其实也算是说 水当中一个特殊的一个状态 好 看到第三个 milk 很多同学喜欢喝的 牛奶 那么水 茶 牛奶 我们都是液态的 那么液态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叫做是不可数名词 OK 除了液态的之外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 here 你们的头发 看一下每个人头发有那么多 是不可能完全数得过来的 对不对 所以here 记住了 它也是不可数名词 接下来一个叫做paper 我们今天老师用了纸 有些同学会发现 老师为什么纸也是不可数呢 它明明可以数的呀 但是亲爱的 我们一般说纸是什么呀 一张两张 它前面有量词的 所以说纸 记住了 它是不可数名词 在一语当中 OK paper 还有接下来一个meat 我们吃的肉 那么肉这一类呢 它是一个总称 所以说meat这个单词 也算作不可数名词当中去 还在是time 时间 时间你能数得清吗 不能数得清的 对不对 所以time这个也归属于到 不可数名词这一大类当中 OK 这个单词 friendship 我们说了友谊 友谊这个单词呢 刚才我们所说的名词的概念当中 它属于什么呀 属于抽象意义的单词 所以说抽象概念意义的词汇 我们都叫做什么 不可数名词 friendship OK 还有这个food 这个food这个单词呢 和me 其实也蛮像的 因为为什么 它是表示一类事物的总称 所以说这个食物 我们也叫做不可数名词 接下来一个health 刚才这个health 跟这个friendship 我们都可以表示什么 抽象意义概念的 OK 所以这样的几个词汇 在我们的小生初 英语考试当中 你要尤为的知道 它属于不可数名词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不可数名词 是没有复述形式的 所以它的后面 不能够加任何的尾巴 记住了 OK 好 这里再跟Vivian一起的过一下 Water Tea Milk Hare Paper Neat Time Fresh Food Health OK 记住了吗 好了 我们了解到了不可数名词之后呢 我们再转入到我们的可数名词 那边要告诉大家好 可数名词出没 它的单复数要特别注意了 刚才我们所说的八个苹果 Eight Apples 在Apple的后面加了一个什么 小小的尾巴 S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如何将一个苹果 One Apple 变成八个苹果 Eight Apples 怎么样将可数名词单数 变为它的负数呢 好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名词的后面直接加一个小小的尾巴 Eight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我们看到第一个列 Eight 鸡蛋 那么在后面加上一个小小的尾巴就可以了 变成Eight 一个鸡蛋 One Egg 两个鸡蛋 Two Eggs 对不对 好 Girl 一个女孩 One Girl 两个女孩呢 One Girls OK 所以说在一般情况下 名字后面加S 表示附属概念 OK 当然啦 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特殊的情况 第一种 当如果说是以 S S H X CH 结尾的词 那么后面它的尾巴 就要多带一个小小的E 变成了 E S了 所以看一下第一个例子 Box 我们说的盒子 诶 西星同学马上就会发现 Box 这个意思是什么 以什么样结尾的 以X结尾的 所以 它的后面的尾巴呢 要变成什么呀 Boxes OK Boxes 加上ES 第二个单词呢 Glass Glass 表示什么啊 我们可以说玻璃杯 OK Glass 或者说我们的眼镜 OK 那么加上ES了 Glasses 眼镜近框的意思 OK Glasses 它是后面加上了一个 什么 ES 为什么呢 是因为是以 S结尾的词了 非常好 那么这一类的情况之下 好 我们加上ES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 小小的情况 后面呢 也是跟着这个ES的尾巴 想一想 知道是什么吗 诶 就是我们的 辅音字母 加上O结尾的一个词 后面呢 也是跟上一个ES 好 微便将会问大家 什么叫做辅音字母 还记得吗 在我们第一堂课当中 我们所讲的哈 字母当中分辅音字母和 原音字母 原音字母有五个 是什么 A E I O U 对不对 那么除了那五个字母之外的 所谓的字母 我们叫做辅音字母 辅音字母加O结尾的单词 后面加上ES 好 看到一个单词 Tomato OK 这是大家喜欢吃的西红柿 好 非常好 辅音字母T 加O结尾的 那么后面加上一个 EF Tomatoes OK 可能是几个 什么我们说的西红柿 第二个单词 Potato 是我们 可能有些同学比较喜欢吃的 马铃薯也叫我们土豆 所以说这个Potato 我们叫做什么 Potatoes OK 单数便负数 在后面加上一个ES 当然好 这里呢 Viden要告诉大家 有一个特别判例的单词 在这一条 不满足这一条的情况 什么单词呢 这个单词你要特别的记住 它叫做什么 Poto 它表示照片的意思 这个照片 它虽然很讨厌 它是以T加O结尾的 但是它的尾巴后面 是加的S 不是加的ES 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个单词 就不满足于这一条 所以这个叛逆的小鬼 你一定要把它记住了 Poto 它后面直接加S Poto OK 好 这是我们的可数名词的 单复数的变化当中的 三条变化 那么还有一条变化 叫什么 叫辅音字母加Y结尾的词 它后面的尾巴又变了 是吗 变Y为I 再加上ES 是不是尾巴又加长了 OK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词有哪些呢 第一个 baby 宝贝 OK 好 那么后面呢 加上一个baby 为什么 辅音加Y 变Y为I 加了ES OK 第二个 family 家庭 那么同样的聪明同学 马上反映到怎么变呢 变Y为I 再加上ES families 会不会给 好 还有一种呢 也是比较特殊的 叫什么 以F F-E结尾的词 变F 或者是F-E 为什么 V-E-S 它的尾巴又是三个 比较长了 它的第一个 wife 妻子 那么以F-E结尾的单词 后面怎么变呢 将F-E变成V 再加上ES wives OK 那么knife 小刀 同样的 非常简单 对不对 变成了knife OK 好 我们看一下 可数名词当中 它的单负数怎么样变 刚才我们所说的 有多少条规则 我们现在 第一个 一般情况下 加S 第二个 两种这样的情况 结尾的单词呢 加上的是什么 ES Very good 但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单词 好 接下来的一个 同样的 以Y结尾的 那么变Y为 IES 第三个尾巴了 好 第四个不同的尾巴呢 也就是我们的什么 VES OK 这些单词呢 是我们的 可数名词的一个 单变负的一个 规则性的变化 那么不规则的 肯定也有 需要大家去记忆一下 那么特殊情况 看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单词 man 男人这个单词 他不满足于 刚才我们所说的 规则变化当中 任何一条 他的复数概念是什么 MEN 把他中间的小小 A变成E了 那么woman呢 诶 从未得性马上 就会反应到 那么同样的 把这个A变成什么 E Women OK Very good 那么Policeman 看到了 非常好 同样的变成了什么 Policeman OK MEN 那么man doctor 男的医生 那么这个man 同样的变成什么 一个什么 记住了 那么我们这个doctor 后面也要加上一个S 这里VDM和大家强调了 如果说是指 男医生 男老师 以man这前面的 两个单词 都必须要变成 他的复数形式了 记住了 两个单词 一个man 一个doctor 都要变成复数形式 只不过这个man 我们是什么 他的特殊的变化 把A变成1 就可以了 好 那么看到这样的一个 boy student 叫做什么 男学生 好 那么这个男同学 男学生 我们这个boy 只用什么 大家细心的就会发现 他只用变到 两个单词的 后一个单词 这个students 因为这个students 是一个中心词 记住了 OK 当如果前面是man的时候 那你则需要 把他这个man 变成这个复数形式了 Alright OK 这是他的一个特殊情况 好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另外一种特殊情况 有些的 呃 名词呢 我们当变富的时候呢 它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 一个fish 我们说的 鱼 OK sheep 年羊 羊 sheep OK Chinese 中国人 Chinese Alright 还有people 人们 people 这四个词 要大家特别注意 它的单词是同型的 OK 他看到这个脚food 如何变呢 feet O变成了EE OK tooth 我们的牙齿 变成了一个什么 O变成了EE teeth 好了 那么这个mouth 老鼠变成复数概念呢 mice OK mice mice child 小孩变成复数怎么变呢 children it's very good 它这个比较特殊 所以说这样的特殊情况 没有办法 大家需要把笔记 好好的记下来 在课后的时候呢 好好的去看几遍 在考试当中 才能够记得住 Alright OK 好 当然了 我们看一下 之前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前面我们所接触到了几个题目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好理解呢 一个哈 还是同样的 用名词的正确形式填空 第一题 there are seven 怎么样 sheep 这里有七头羊 所以说 如何将名词的正确形式填空 第一点 必须告诉大家 有一个小小技巧 第一个技巧就是 你要辨别括号里面 它的单词是可数呢 还是不可数 Right 看到这个sheep 这个单词 可数还是不可数 对了 它是表示什么 可数名词 对不对 它是可以数得清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 你要看到这个单词前面 它的一个修饰词 这个seven 七 七代表是什么 一个负数概念的七头羊 所以说seven 这个sheep 后面肯定是它的负数概念 但是我们想想 刚才我们知道的 sheep是属于可数名词 单变负当中一个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 它的负数形式是什么 它的单数形式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直接把它显 转叫做sheep 就可以了 There are seven sheep OK 同行 记住了 做对了吗 好 看到第二题 My uncle has two child 刚才通过我们做题的 这样的顺序 我们看到child这个单词 可数还是不可数 非常好 它是可数名词 那么to 同样的 两个小孩 一定要用到他的负数 另外问一下大家 child的负数形式是什么 有没有想起来 也属于特殊情况当中的一种 叫做什么 children right 后面加上 REN 好 这个单词 它的读音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跟我来一遍 children children My uncle has two children 我的叔叔有两个孩子 做对了吗 OK 特别要记住 好 看到第三题 the怎么样 leaf turn green in spring 在春天 叶子都变绿了 首先看到这个 leaf 叶子 叶子属于可数 还是不可数 当然了 叶子我们可以数得清的 叫做什么 可数名词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 春天 叶子都变绿 那么是一天叶子变绿呢 还是大多数叶子都变绿了 肯定是大多数的叶子都变绿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leaf 这个单词呢 我们肯定要变成它的 什么 负数形式 好 为了问一下大家 leaf这个单词 如何变负数形式呢 你有没有发现 当中一点点的小诀窍 它是什么 是以 F结尾的单词 所以我们回忆到 F结尾单词怎么样 变 F为 Z 再加什么 加 EF 变成 leaves OK The leaves turn green in spring 这才对了 Alright 好了 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There are five 怎么样 People here 这道题是不是和第一题有点像 同样是There be的句信 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 Five 另外一个关键词 People 我们知道People这个单词呢 是非常的 跟这个ship是同一类 对不对 是为什么 是它的单负数同行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同样的直接写到 People就可以了 There are five people here 这里有五个人 Alright 好 看到我们的最后的一题 Gene had some 怎么样 Knife Gene有一些什么呀 小刀 那么看到这个some 我们都知道 一些是表示什么 肯定不止一把咯 对不对 所以这个knife 一定是它的复数概念 这个knife我们都知道 它是什么 可数名词 所以说 可数名词的复数概念 它的复数形式 在这里如何变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小小学校 看它的尾巴 knife 它是什么结尾的 F1结尾的 所以当 刚才我们所说的 可数名词 单变复当中 一条规则 以F1结尾的单词 如何变呢 对了 将什么 将F1变为 V 再加什么 EF Knives Alright Gene had some knives Alright Ok 大家都做对了嘛 所以说 像这样的名词的正确形式 首先第一点 你要变清楚 它是可数 还是不可数 第二点 你要找到 它前面的关键词 辨别这个可数名词 是单数 还是负数 所以今天 希望大家 能够把 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 以及 可数名词的 负数的变化形式 老老的记住 在你们的脑海当中 Alright Ok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今天的 学习当中的一个任务 所以今天的名词观 你闯关成功了吗 See you next class